孩子要念书 行婚要团聚 行使监察权 落实两公约 面临两次神情却石沉大海的困境 台湾智路孩童父母自救会近20位大陆配偶 选择台监察机构作为第三次陈情的地点 他们高举横幅和标语 痛批民进党当局相关单位不踢皮球 说不出小明们不能返台的理由 陈情现场多位大陆配偶纷纷讲述了 与孩子长期分隔两岸的境遇 谈到骨肉分离的痛楚时都不免哽咽 而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希望民进党当局给小明们一条回家的路 他已经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 就是恳请政府能够让他回来 就是他向他理想的大学展开他的新生活 他非常热爱台湾 恳请政府给他一条回家的路 小朋友告诉我说 妈妈 我从小没有离开过你身边 那我现在已经半年没有见到妈妈了 我想妈妈 我想同学 想我的老师 妈妈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回来 希望领导早点放我的小朋友回来 现身说法的还有一位林先生 去年12月31号才结婚 因为疫情与新婚的大陆妻子 始终不能见面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 他义愤填膺 我对于蔡英文 面对两岸的疫情团聚的处理态度 非常的不满 到现在政府已经开放 进来台湾去做就医 我们的疫情团聚 还是一点进展 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麻烦蔡英文 高台贵手 尊重一下两岸人民 需要团聚的基本人权 在面对媒体表达诉求之后 台湾智禄孩童父母自救会会长钟锦明 和执行长王娟平 及大陆配偶代表十人 进入台监察机构递交陈情书 由监察机构成员郭文东负责受理 在整个防疫的架构下 我们是被牺牲了 但是随着这疫情的犯款 疫情的比较缓和 那也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我希望政府能够再重新考量 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有一条回家的路